Hey guys welcome back to a new video 我是Ken 今天想教大家一些英文的口头禅 因为去年我做过类似的视频 大家还是蛮喜欢的 所以今天我想教大家六个英语常用的口头禅 我在加拿大生活了15年 跟本地人说话 这是我们经常会用到的一些词 第一个就是ring a bell ring a bell不是敲钟吗 但是在口语中ring a bell意思就是对某件事情 或是对什么人有印象 如果你想说我对什么没印象 我想不起来 你可以说 如果想起来的话 就可以说 接下来几个词 都是在一个句子开头说到的 它的目的是要强调接下来所说的话 第一个是look look 就是看的意思 当然如果一个人他真的就是 可以叫你look 叫你看什么 那你他肯定就是说看 但是在口语中如果跟你对话 他说look look 意思就是叫你听 因为他可能会说一些比较重要的话 他的重点在look后面 alright look I don't think it's a good idea I don't think it's a good idea I don't think it's a good idea Hey look This is an emotional moment for all of us OK 下一个是 Here's the thing Here's the thing 有点像 问题是 Here's the thing OK Here's the thing But here's the thing But here's the thing Patt Same goes for you 这也是要强调接下来所说的话 Here's the thing We don't have enough money 问题是 我们没有足够的钱 下一个是 You know what 这个也跟之前的两个有点类似 也是就是想要强调接下来所说的话 You know what 就好像你知道吗 You know what You know what 就是为了引起对方的注意 让他们有点好奇感兴趣 下一个口头禅是 Like I said Like I said 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 你之前说过一句话 然后你现在想要重复 刚才说的那句话 你可以说 Like I said 什么什么什么 Like I said Close down everything and get out 最后一个是 You bet You bet 我们知道bet就是打赌的意思 所以如果我们对某件事情非常肯定 我们可以把钱压在这个上面 可以打赌 You bet 这件事百分之百正确 我们就可以说 You bet 就好像没错 或是肯定啊 I studied really well for this test I think I'm going to get a really good mark You bet You bet 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学到了一些新的词 在视频结束前 我想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所提供的课程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来到短书这个学习平台 我推荐流利之路 这是我们唯一免费的课程 40多个视频提供许多有效的建议和学习技巧 帮助你真实的提高综合英语能力达到真正的流利程度 我们5和6级的课程针对高级学者 5级有300多节课 目标是帮助你达到雅思6.5分 6级有200多节课 目标是雅思8分这个水平 所有的课都是可以免费预览的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别忘了关注我们的频道 在底下留个评论 也可以上我们的官网看看我们的课程 好那就这样我们下个视频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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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